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流感疫情来势汹汹,台北市卫生局指出,北市近三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攀升13%,显示疫情有升温迹象,且不排除延续至春节。 卫生局指出,北市今年第一至第三周,106年12月31日至107年1月20日,类流感门急诊就诊人次逐步攀升,自12,865人次上升至14,554人次,增加1乘3。 此外,北市去年10月至今年1月25日已累计42名流感病发重症,其中高达38位未施打疫苗,两位死亡个案亦未施打,近三周重症个案持续增加,反应疫情逐渐升温,不排除此波流感高峰延续至春节期间。 卫生局及病管制科长陈绍青说,目前北市流感疫苗剩余一万多剂,尚未接种疫苗的民众请紧速至流感疫苗接种站,及北市联合医院12区院外门诊不免费接种,也可自费就近前往北市302家流感疫苗接种合约医疗院所。 陈绍青提醒,目前流感病毒流行型别虽以B型山形猪为主,但近期A型流感病毒有小幅上升趋势,施打公费流感疫苗仍具相当效益,可降低流感重症及死亡风险。 尤其近来美国,日本流感疫情爆发,北市市首善之都,回国探亲的人多,务必多加留意。 陈绍青表示,春节期间,除了北市八家重点医院开设类流感特别蒙诊,包、寒星光五火石纪念医院,国泰纵和医院,马歇纪念医院,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,三军总医院附设民众诊疗服务处,台北市万芳医院,台北荣民总医院及台北长庚纪念医院,总计127诊次。 另外,基层诊所部分即共开设742诊次开诊相关资讯已公告于卫生区官网。